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9月9日 2024年WTT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 女单首轮焦点战打响 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名将斯索科斯 最新战报 王曼玉首局齐开得胜 2比6落后迅速回血 连得6分完成反超 最终11比7反败为胜 大比分1比0领先对手 剑指16强 首局开始后 斯索科斯进入状态比较快 利用自己力量大的优势 压制住了王曼玉 但很快便在正手和进台控制等环节落下风 股拼选手随即抓住机会 反攻实现逆转 随即以11比7比较从容拔得头筹 女队主教练马林 也在场外显得云淡风轻 第二局王曼玉气势大增 上来就取得了6比1 9比2的领先优势 最终以11比4轻松取胜 由此而将对手逼入绝境 这局比赛 斯索科斯在自己优势的反手对抗环节 占不到便宜 强行发力失误连连 转正手更不是对手 完全被王曼玉压着打 第三局斯索科斯已无退路 但上场后还是没有迅速找到感觉 原本应该搏杀打乱王曼玉的他 依旧出手不够坚决 随即连续丢分 不过接下来他开始做出变化 通过加强正手等环节的质量成功反超比分 最终以11比5扳回一城 为比赛在天悬念 第四局王曼玉并起保守心态 开局就打穿对手防线 很快又取得4比1的领先优势 随后成功遏制住了斯索科斯的两面大力弧圈球反击 最终以11比9有惊无险锁定胜利 由此而成功晋级女单16强继续冲击冠军 至于对手则是一轮由被淘汰 草草结束本战比赛之旅 WTT澳门冠军赛第一天正式开打 本战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 世界杯女单冠军国兵前主力球员朱宇玲复出 朱宇玲在澳门冠军赛的首轮对手 是波兰一姐 纳塔利亚 巴约 如果能顺利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那么朱宇玲就将与王曼玉成功碰面了 这场比赛是朱宇玲复出首秀 她能打出什么样的状态 这也是判断她是否还处于超一流选手行列的一个风向标 赛前 朱宇玲在接受采访时称 自己已经几年没有系统训练了 在体力 精力和技术上 跟前几年肯定是有差距 但我希望自己尽全力在赛场上 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个人觉得这只是朱宇玲一个谦虚的说法 她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作为国平女队曾经的绝对主力 朱宇玲当年还一度压制住陈梦 亚洲杯三联冠 世界杯女单冠军 登顶世界第一 包括在退出国家队前 釜山式拼赛队内直通赛 朱宇玲还曾4比0战胜前天一 4比3丁鸣 4比3陈梦 4比2尊影沙 拿到了地表最强12人的女单冠军 对于朱宇玲来说 她只是一个恢复手感的问题 相持实力还是相当厚实的 如果首轮4比0轻松横扫八约 那朱宇玲重返超一流行列 还是大有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 赛前朱宇玲与平衍美宇对练 状态就非常不错 第二轮就将与王曼玉交手 朱宇玲能否搅动女子拼弹 首场对阵八约 仅是一个热身的过程 如果都能顺利拿下第一场比赛胜利 朱宇玲就将与王曼玉成功碰面了 或许有球迷认为 已经29岁的朱宇玲 应该不具备太强的竞争力了 恰恰朱宇玲被称为内战王 打这些之前的国兵队友 他是很有心得的 陈梦在30岁的年龄 还能拿到巴黎奥运女单冠军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视一下朱宇玲呢 更何况现在他对国兵来说 已经是外协会选手 王曼玉 孙颖莎 都属于当今女子拼弹的顶尖高手 朱宇玲在澳门冠军赛 激战王曼玉的话 如果双方打成4比2或4比3 且每局的比分没有被拉开 那么朱宇玲确实还有搅动拼弹的能力 要知道 这只是朱宇玲生病之后 时隔三年重返赛场的第二场比赛 通过逐渐恢复系统训练 他的实力还会有明显提升的 而且大部分球迷也认为 朱宇玲作为外协会选手 他的实力是强于早田希娜这些主要对手的 而且重返拼弹心态会发生很大变化 朱宇玲没有征金夺银的心理负担 朱宇玲此前是被当作国拼女队接班人培养的 对于国拼主力来说 拿到亚军就算失败 入籍澳门乒乓球队的朱宇玲 现在打比赛已经完全没有这些征金夺银的考虑了 心态放开对朱宇玲的发挥 反而是一个更好的促进 本身对王万玉 陈梦 孙颖莎这些人特别熟悉 再加上他相持 防守攻敌后时 一旦没有输赢的压力 朱宇玲放开来打 反而会打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击球 从离开赛场到重返赛场 朱宇玲或许对乒乓球的理解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 朱宇玲也可能会出现状态不好 甚至是被横扫的情况 这对于他来说也很正常 29岁的年龄能够付出参赛 这份勇气就已经很值得大家为他点赞了 大家期待朱宇玲澳门冠军赛的表现吗 你认为他是国拼最大对手吗 此前 WTT澳门冠军赛迎来高手对决 瑞典名将今年奥运会的新科南丹亚军 莫雷加德登场 迎战两届日本全国锦标赛 南丹冠军互上损负 结果莫雷加德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实现逆转 晋级南丹16强的同时 送对手一轮游出局 莫雷加德是外协会南拼00后 选手中成绩最出众之人 早在2021年就拿到了 士兵赛的南丹亚军 2024年又在奥运会上 战胜王楚金等名将 再夺南丹银牌 其打球风格灵活多变 战术意识非常强 与瑞典大满贯瓦尔德内尔非常相似 因此也被誉为后者的接班人 如前所说 户上损斧是两届日本全国锦标赛的 南丹冠军得主 曾在国内多次击败张本志和等队友 但外战表现平庸 国际比赛成绩并无亮眼之处 这次面对莫雷加德比较下风 需竭尽全力拼对手才有机会 一旦无法用高质量不杀球 破防的话就很难击败瑞典小将 比赛开始后 户上损斧迅速发动 必用莫雷加德反手的漏洞 不断抢攻 调右压左 成功将对方打退台后 形成优势局面 很快就9比1领先对方 随后虽然连丢局点 但最终还是顶住了瑞典运动员的反扑势头 以11比5成功拔得头筹 第二局 莫雷加德开局领先 但随后被追平 其本人在场上也显得有些急躁与无奈 面部表情非常丰富 但他也并未被困难吓倒 坚持近台反手弹 拨顶住户上损斧的冲击 紧接着四级转正手封堵 拉冲打开局面 最终以11比8逆转扳回一城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三局 莫雷加德打出了自己的技术风格 落点 线路变化莫测 反手有速度 正手有力量 很快便打穿了户上损斧的防线 不断领先比分 率先拿到局点后 又通过策切等非常规手段 打乱护上损斧阵脚 随即以11比8再胜 将日本选手逼入绝境 第四局护上损斧已无退路 再次放手一搏 为自己赢得主动权 但此时的瑞典选手已经比较心定 虽然一度出现落后 但很快便实现反超 最终被莫雷加德以11比9险胜结束战斗 日本队由此而开门黑 迎来本战比赛的首场败迹 本战比赛的首场败迹 再次慢慢开瘦